插畫家十成喵家中養了十三隻貓 並以此作為筆名和創作題材 我的畫名就叫十三喵 那原因是因為我養了十三隻貓 那我的作品裡面都是以牠們為主角下去創作 當然就是跟貓相處 有時候貓就是 牠會給我一些 應該說牠們就會做一些 我想像不到的舉動 另外一部分的靈感就會來自於我跟人之間的相處 我覺得其實現在人跟人之間其實 會變得比較複雜 有時候我就會得到一些感觸 所以在我的作品裡面會變成一個是 講貓跟人的那種情感 一個就是講人跟人之間的那種連結跟牽絆 身為愛貓人士 十三喵想透過作品讓人了解貓的好 並曾經創作以貓的四角光加一的系列作品 我遇見非常非常多客人 就是看到我的作品 牠會跟我講說 我很不喜歡貓 但是我覺得你畫的貓很可愛 然後我就會趁機跟牠講說 其實貓沒有你想的那樣 其實貓會是很貼心的 然後牠會很撒嬌 牠會是可以興奮的加本 這個系列我就稱牠是 就是用貓的角度來玩嘉義士 對然後牠有六張 然後就是用洗衣住行 有感於在嘉義顯少能看到插畫 十三喵在市區開了一間匯集 來自全台插畫家作品的店 每當有客人時便會上前介紹 在嘉義很難看到插畫的東西 對 那我又認識很多厲害的插畫家 那我覺得為什麼他們的作品 在嘉義看不到 我說我會把這家店當作是一個平台 我會希望說 好的插畫作品進來 那讓嘉義喜歡的人也可以接觸到 對就是彼此可以 可以有那個交集點 老師這間店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台灣很多手繪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那些設計者 好像或是這間店的調性 比較多都是屬於貓咪或是動物 狗狗之類的 我覺得我對牠的那個 牠畫的動物我覺得都還蠻可愛的 我就會想要多看牠的 就是牠的畫 就是像明信片或是什麼的 插畫家能觀察生活中的種種 並透過筆 將自己的感觸和想法 轉換成創作能量傳達給人 中正醫報程序陽賴正浩 嘉義士報導